全智龙即将退伍 能否让Big Bang重回巅峰令人期待 Big Bang在2012年发行专辑Alive 成为第一张登上美国告示牌200大专辑榜的韩国专辑 2016年在时代杂志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票选中排名第二 最厉害的是 不仅五个人合体魅力横扫全球 单独solo也依旧人际爆棚 五人五色各自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017年随着成员陆续入伍 团体活动也暂停 但成员却接连爆发负面事件 先是TP涉毒形象大损 遭到当时服役的首尔易警队出名 事后认罪获得缓刑两年 TP中间更一度因为压力用药过度造成昏迷送医 索性这一切都随着他入伍而逐渐归于平静 在团体空白期出现难得的喜事时 成员泰洋在2018年2月取回交往4年的初恋女星 成为团体内第一位人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谈悉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